車輛內部被燒得焦黑 從冷氣孔到車底無意倖免 硬勤蓋還被打開散熱 一旁還有警銷人員隨時戒備 就怕發生二度燃燒 這次發生在30號早上9點52分左右 苗栗苑裡的世界路上一台箱形車 行駛到一半突然起火燃燒 或是從冷氣孔周圍不斷蔓延 下了車上駕駛和乘客 趕快衝下車 消防貨爆 趕到場用了30分鐘左右撲滅火勢 初步了解車內三四人準備要出遊 沒想到開車開到一半 疑似車內冷氣設備起火燃燒 還好沒有人受傷 至於起火詳細原因 還要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理清 動線新聞蔡林漢林軒苗栗報導